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有报道称美军对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碰撞事故采取问责行动 解除了该潜艇艇长 副艇长等职务 对此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做出严正表态 事件发生以来 美方欲言又止 遮遮掩掩的态度 不能不让国际社会心生一日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活动 不要撞了南墙 也不回头 被严防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扩散 多国针对最早报告新毒株的南非 及其周边数国实施跨国航班和旅行禁令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胡奇27号表示 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可能已在美国出现 美国纽约州将从12月3号起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27号表示 俄没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 近来所谓的入侵计划都是美国政府的恶意宣传 过去几周 按照美国 乌克兰和北约官员的说法 俄军士兵在俄乌边境地带的活动不同寻常 美国国务院官员26号称 美方正考虑所有可能的应对方案 27号 据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透露 预计明年1月30号将有27名俄外交官离开美国 到2022年6月30号 另一批俄外交官也将离美 安东诺夫表示 美国拒绝向俄罗斯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发放签证 这与美国鼓吹的家庭观念背道而驰 26号 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 正式通过一项高达7738亿日元的 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 加上去年通过的5.34万亿日元防卫预算 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 日本防卫省称 此次预算案将快速强化日本在西南岛屿的防卫能力 26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发言表明反对三国核潜艇合作的严正立场 中俄两国代表一致表示 将密切跟踪三国核潜艇合作有关动向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日前强行通过涉及8项采购项目 5年总计高达2400亿元新台币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 台媒称台当局防务预算逐年增加却仍不够用 目前台当局举债已近6万亿新台币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旅组织新机改装飞行员 进行对地实弹射击训练 训练紧贴实战要求 一次升空挂载多型弹药全程自主射击 训练中各编队自主选定水平轰炸 跃升俯冲等攻击方式 灵活选用不同弹种 多机连续进入对目标地把展开轮番射击 北京时间28号 在休斯敦视频赛混双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美混双跨国组合林高远张安 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因视频赛不设第三次名决赛 所以闯入半决赛的中美混双跨国组合林高远张安 已经锁定一枚奖牌 这将是自1959年以来 美国选手首次登场视频赛的领奖牌 本周中国渔链厂继续推出 走进乡村看小康特别报道 珠海市金湾区 地处珠江出海口的南海之滨 当地海产资源和海岛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盛产鱼虾蟹等 被誉为广东四大渔场之一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当地人深度开发海产资源 特别是养殖的黄丽鱼和青蟹 成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同时完整的产业链蓬勃发展 也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本周让我们一起跟随中渔记者 听听金湾人的小康故事 水美鱼肥热闹丰收 素有黄丽鱼之乡的珠海金湾区 每天早晨五点钟 都是渔民最忙碌的时间 十几米的大网一拉开 就有数不清的鱼儿蹦出来 我现在正在换上水衣裤 准备到鱼塘里去捞黄丽鱼 这个村民告诉我 今年黄丽鱼大丰收 每金能卖到将近三十块钱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我叫杨沐生 今年三十九岁 是大湖村的村民 每天的话我们都是五点钟起床 要来到唐头 用那网赶那个鱼回来 这个网池这里就行挑选 今天早上能捕捞了多少鱼 今天早上是两千多斤 今年价格特别好 这个规格大一点的话 有三十多块钱 黄丽鱼学名黄鳍雕 由于营养丰富 口感鲜滑爽口 在市场上 也颇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今天早上您能收到多少斤鱼 三四千斤左右 那这些鱼都送到什么地方 不见批发市场 今天收益怎么样 还可以 今年价格很好 这些平均四两六七的鱼 大概去到二十五六 大丰收 非常大丰收 金湾区丰富的咸淡水资源 给黄丽鱼提供了 丰富的基础而料生物 不仅如此 金湾养殖土壤 矿物质丰富 金湾历年平均气温达22摄氏度 也是最适宜黄丽鱼生长的温度 在金湾 地处西江出海口的南水镇 攀土资源十分丰富 海水咸淡适中 近几年来 青蟹养殖 从原来的几十亩 发展到目前的几千亩 成为这里的主要产业 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叫谭之汉 满水村人 今年65岁了 养螃蟹由82年开始养 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 你看到螃蟹 有一斤多的 今年产之 母产年产8000斤左右 收入平均一亩10来亩 今年也是丰富年了 我们开始分类装香 右下的这根是长的 这根是长长的 这是亩的 这个亩的满水的高下 依托近湾区丰富的 水产品资源 红旗镇逐步建成了 多个水产品 综合加工全产业链 不仅解决了 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还带动更多养殖户 加入科学 规范养殖的行列中来 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赚到了钱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真空玩的 黄鲤鱼 还有一个清泄产品 那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放到一个速冻机里面 进行一个速冻 产品达到零下18四季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了 您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23岁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回到了家乡这边 自己家门口就能找到 自己满意的工作 十分的便捷 如今 金湾区正利用丰富的地别条件 打造农民的聚宝盆 水产品称为了农民致富的 一把金钥匙 为当地的小康生活 铺写出一曲美丽的新篇章 本栏目由你我的医保赞助播出 医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扫描二维码 可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 微信公众号 还有视频号 或者您可以下载央视频APP搜索 并且关注中国舆论场的 央视频号 都可以同步地收看 我们节目的直播 同时还可以参与互动 还有抽奖 有多种豪礼等着您 是的 现在全球各地的网友 已经通过我们的后台 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中国舆论场 微信公众号上的 积分商城和幸运大转盘 也已经开放了 本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独家定制的豪礼 是中国舆论场的 独家定制的冲锋一 那么希望在这个冬天 可以给您带去温暖和时尚 好 所以赶紧请您拿起手机 来扫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那么接下来呢 要为您公布一下 我们本周幸运大转盘的 口令是互动有礼 幸运大转盘的口令是 互动有礼 祝您好运 好 接下来一起来进入 一榜之余情 一榜之余情 我们来看看 本周榜单的第一条 美国议员再度窜访台湾 外交部说台湾牌 美方注定打不赢 最近我们看到 11月份已经是第二次了 美国的议员窜访台湾 所以中国外交部正告 其打台湾牌是必撞难强 而且东部战区呢 也在加紧战备警寻 这也是以实际行动 来给台独以警告 那具体情况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台独又有新动作 25号晚 美国国会议员再度窜访台湾 与民进党当局一唱一鹤 据报道 当天美国在台协会 发表声明证实 此次美国跨党派 国会议员代表团 包括五名联邦众议员 和多位幕僚 他们除了与台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见面外 还到访台防务部门 就当前台海局势 听取所谓简报 据悉 这是进入11月以来 第二个窜访台湾的 美议员代表团 此前11月9号 由六名共和党级议员 组成的代表团窜访台湾 期间进入台防务部门 并且还参观了台机电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26号表示 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 相对抗的错误行径 都如同皮肤汗术 注定失败 我们奉劝美方一些人 不要打台湾牌 因为这是一张臭牌 死牌 肯定打不赢 必定要撞南墙 自食恶果 而随后 解放军东部战区 26号发布了一则消息 则再次用实际行动 告诉那些想要 挟洋自重的岛内政客 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绝不允许拿来出卖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易陆军大校表示 26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持续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局 并且直接点名 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 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 表示战区部队 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随时反击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一个月内 美国议员两度窜访台湾 大家的关注度也非常高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是 网友的确很关注 这个所谓的议会外交背后的图谋 所以我想来推送这条问题 是专门提问给小灰的 秋风落叶的这个问题 一起来看 美议员一个月内 为何两次窜访台湾 目的有什么不同 从其鬼鬼祟祟的行径来看 主要密谋了什么 确实可以看出我们的网友们 非常关注美台之间的勾连 那一个月内两次窜访台湾 目前从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来说 似乎还是非常兴奋的 有一些媒体说 这两次窜访代表着 美国对于台湾的 所谓的高度的支持 甚至又用到了 兼若磐石这样的一个词 但是大家仔细看 会发现两次议员窜访 其实更多的还是美方主导 美方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美国议员 其实已经把台湾岛作为了 进行自己的政治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舞台 那么两次的窜访有什么不同 在上旬的那一次窜访 大家看它的相关的人员组成 可以说是跟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 勾结的是比较紧密的 其中一些关键人物 包括带团的团长 是美国对台军售 一些重要的动作 背后的直接推手 所以在上旬的那一次 窜访的过程当中 恐怕对台进行武器推销 或者是更直接地说 就是直接去薅羊毛 是应该说是直接的目的 那么下旬的这一次的窜访 可以说更耐人寻味 从窜访的议员 他的组成来看 似乎这些人此前 在美国对台的政策 涉台的问题上 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 如果看这些议员 他们的个人的网页 有很多人 他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包括他的一些政策主张 跟台湾是毫无关系 连搜台湾这个关键词 都搜不到任何内容 那么他们为什么 会组一个团去窜访台湾 可能是为了蹭台湾问题的热度 去刷自己的存在 这是一个更直接的目标 那即使这两次窜访 从本意来看 从美方所谓的对台支持来看 并不存在更多的实质性的支持 更不存在美国对台的协防 但是我们从大陆的角度来说 还是要关注到 这两次窜访背后 有一些阴险的目的 首先是美台之间 在所谓大陆威胁的问题上 在对剧本 台方还给美国进行了更多的 所谓的这种剧情的补课 而另外看到的是 美台在勾研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涉及到 芯片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美国现在还在压台方 还在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最后美国现在很想把 所谓的议员窜访 台湾这个动作 变成一个例行动作 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已经说窜访是一种 所谓的例行进行的 一系列的行动 未来可能会把这样的一张牌 来进一步地常态化 进行固化 但是这一系列危险的 举动的背后 我们会看到 中方的立场和底线 是非常清楚的 大陆方面不会允许 美台进一步地勾连 而这一系列的窜访 并没有达到实质性地 影响台海局势的 这种美方进一步 搅动的一些更大的目标 但是未来会看到的是 美国变本加厉地 打台湾牌 必然会让未来台湾问题 变得更加地复杂 同时在对台湾问题 不断地试探的过程当中 也在加剧台海地区 它局势的复杂性 和可能存在的 更多的不确定性 好的 谢谢小慧老师 那最近在热搜上 有一条小视频 非常地火 就是中国空军轰炸机 绕岛巡航 颈巡东海 战巡南海的 相关的小视频 那可以说 成为了网络的 一个爆款视频 那么所以今天 我们也通过 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 我是中国空军 正在国际风雨 飞行训练 不要干扰我们旅动 制作 好的 往下 对着工作 到头下 我是中国空军 正在国际风雨 进行例行训练 不要干扰我们行动 所以确实能够感觉到 我们人民空军的 这一份自信和勇气 我们接下来看看 网友们 还有什么样关注的问题 是 网友关注到了说 台媒近期 还在炒作 解放军东部战区 换装歼10C战机 的这样一个消息 很多网友都会问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地紧张呢 所以我想来推送 小萝卜的这个问题 很有代表性 我们来看一看 台媒称 从歼7E到歼10C 解放军空军战力 飞跃式发展 令台防务部门 越发地紧张 那这是为什么 实战时歼10C 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这个问题 请杜老师来回答 的确飞跃产生跨越 跨越就是压倒性的优势 台湾当局 朝歼7E换成歼10C 大概两个地方 特别恐惧 第一叫带刺上的压倒优势 第二是能力上的压倒优势 我们知道 歼7E在国际上 和我军的规定 叫二代战机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正在逐渐退役 解放军目前已经形成了 三代为骨干 四代的武器 装备一个基本的格局 但你反观台湾岛 那大量的F-5战斗机 就跟歼7差不多 而且没有歼7E的 基本性能突出 而且从去年到今年 F-5E反复坠毁出现了 大量人员伤亡 而且台湾那样的40架 到40架现在没有改完 我记得它出现 严重坠毁事故的过程中 网友说 说那个F-5E的座椅 也不给换 台湾飞行员的生命 难道还不如波罗吗 所以从整个袋子上去分析 我们歼10C在珠海上亮相 而且飞行表演 精彩展示都有 而且是公开透明 所以台湾网友感觉到 这架飞机如果今后 把歼7E全部取代之后 它对台湾空军 目前的什么F-5 IDF 包括这个新型的F-16战机 这个优势很大 第二是能力上的 这种压倒优势 在珠海航展 歼10C公开两下 而且武器装备弹药 都很全 说明跟之前的什么F-5相比 跟IDF相比 航程半径 包括回伤效果 都有质的提升与发展 这点对它的压倒性优势 还不用歼20出场 今后歼10C 在前方执行的作战任务 是多个角色 从珠海提供的 武器装备弹药去分析 第一可以制空 像它的中距蓝射弹 军级格斗弹 基本上可以对目前 台湾空军像F-5战斗机 和IDF战斗机构成优势 跟F-16改进的版本 大致几乎相当 如果把歼20纳入其中 整个空战体系 完全可以掌握在 解放军的手中 第二是对海 我们歼10C 不光是能够 对空中不要构成严重危险 而且各种对海弹药 也有反舰导弹 包括武器装备 都可以进行超时距打击 而且在训练过程中 还有新型的反舰导弹 和G-16C相互组合 第三可以对地攻击 你看无论是 珠海航站展现的 精确值导弹药 远程打击弹药 都可以和G-16C相互组合 所以今后 无论是岛上作战 海上作战 空中作战 三者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台湾当局 对这架飞机感到恐惧 说明他真正看懂了那架飞机 今后还有更多的 新型武器装备 在周边发挥重要作用 好的 谢谢杜老师 那针对美国议员 窜访台湾 还有台湾媒体 关注的解放军的 空军换装的 这样的一些热点话题 岛内的专家 有什么样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 台湾世新大学的 游子祥教授他的评论 11月连续有两个 美国议员访问他来台湾 第一次来了六个参众议员 第二次来了五个众议员 来台湾走走看看 被奉为上兵 又可以谈谈卖武器 跟抢晶片 这些美国要的利益 但是这种访问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 真正的好处呢 我们知道美国参众两院 合计有535个议员 加上六个列席议员 如果都想来台湾 被接待一下的话 台湾受得了吗 而且台湾买美国军备 已经买到卡都刷爆了 议员们来 如果都要伴手礼的话 台湾怎么能吃得消呢 另外是台湾媒体 相当关注大陆东部战区 换装歼10C战机的消息 台湾周边很多的解放军演训活动 都跟东部战区有关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 最近才刚刚高调举行了 F-16V的成军典礼 这一批F-16V是台湾原来F-16A B型升级改装的 不过改装版的F-16V 性能上是比不上全新的F-16V的 而且就算是全新的F-16V 在战力上也被多数军事专家认为 是落后给歼10C的 以台湾的经济规模跟均无水平 想靠跟大陆搞军备竞赛来掩护台独 恐怕还是此路不同的 好的 谢谢尤教授的评论 其实说到歼10C 也让我想到最近 我看到岛内的媒体也在关注 现在台海的巡航 解放军的巡航里 歼16V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包括现在对我们歼16V 也有诸多的关注 就是大家也在关心 这个歼16V 包括歼16D 为什么会对台独势力 有这样的一种震慑 我看到有些台独分子说 台湾有反制能力 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我们请海燕老师来跟我们谈 是这样的 刚才杜老师和尤子强教授 也都谈了 F-16V和歼10C 这个是可以放在一块谈一谈的 好歹都是轻型轮道机 都是我们说的三代机 你勉勉强强 咱们是可以放在一个池子上比一比 但是空军作战是体系化作战 大国空军和小规模空军 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因为你不具备这个体系能力 那什么叫体系 其实歼16和歼16D 尤其是歼16D 就是一个现代的大国空军的 这种体系化作战能力中的 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如果拿歼16和台湾的F-16比 这个事挺无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歼16是一个双发的重型战斗机 这个F-16是一个轻型战斗机 战斗机和手机芯片不一样 它不是说我能做多小做多小 只要我能把它做得足够大 我肯定是往大了做 因为大飞机比小飞机 我们可以说吧 颜值即正义 载弹量也是正义 航程也是正义 这些东西你都没有 所以就拿这个歼16去跟台湾说 咱们比一比体系化 这个事其实是生争不武的 就是这个东西跟歼17不一样 歼17和F-16是双方都有 那咱们比谁好 还抛开体系化作战这些东西不谈 我们只谈这个单机性能 歼16的问题在于说 我有你没有 那我跟你比什么 所以这个恰恰是这种 我有你没有的东西 给台湾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里面尤其要谈到歼16D电子战飞机 因为没有几个国家 会用双发的重型战斗机 来做电子战飞机 美国的电子战飞机 要么是大型武器平台 像这个P-8 像E-2这样的大型飞机 但它本身没有自卫能力 它没有制空权 它就不能出来 那么要么就是像这个 EA-6这样的小型的战斗机 然后给它加装电子吊舱 加装一些武器装备 然后就搞电子战 用这种能够自身 就能包打天下的 双发重型战斗机 我让它再具备千里眼顺风耳 然后就具备智慧大脑 让它成为一个实权的 电子战飞机 这个美国都没有太多这样的实力 你再去跟台湾谈 说你拿什么东西对付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谈不上 当然台湾的名嘴 现在有一种神丑表现 就是越离经叛道 越这个没有依据的话 说的越多 不是不知道自己不靠谱 是因为这些话 能让他们出名 怎么说呢 臭名也是名 这没办法 所以我们看到 所谓台独势力说的这个 反制歼16等等这样的话 绝对是虚张声势 但是我们看到 确实围绕着台湾 美国一直这个小动作不断 比如说在前段时间 我们看到蔡英文 是承认了美军在台之后 其实美国这段时间 一直在偷偷摸摸地 扩充在台美军的人数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的军舰再度穿航台湾海峡 算起来今年以来 应该已经是第11次了 那么这些做法 无疑其实是给台独势力 在撑腰 所以也让这些台独势力 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 我们看到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也是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进行了严正的回应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日前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 以五角大楼 悄悄向台湾增兵为题刊文称 过去几个月 拜登政府向台湾增派了军队 目前美在台有39名军人 其中包括29名海军陆战队员 5名空军人员 3名海军人员 和2名陆军士兵 报道称 这一数字比6月份有所增 34名海军人员 表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干什么 能干什么 其实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挑衅 所以我们看看接下来网友 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的问题要问 是 所以网友们都很想知道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接下来我来推送 子楠的这个问题来看一看 美艺员提出借钱给台当局军购 是什么心机 美航不断地穿航台海 台媒还炒作解放军 绕岛巡航的阵型很有讲究 想问的是专家怎么看 这个问题 小灰老师 我们的网友现在越来越犀利 借钱必须要打引号 因为美国议员提出的法案当中 这个借钱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它实际上是打着借钱的名义 是在抢钱 是在这个进行这种扒皮 让这个台湾岛 现在已经成为了待宰的羔羊 那么说到这个美国议员 所提出的一个借钱 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他所提出的武装台湾法 来做一个例子 在这份他所提出的法案当中 当然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谈 所谓美国要支持台湾 针对大陆发展不对称的力量 但是涉及到借钱的问题 是这样规定的 首先买什么样的武器 是由美国国防部长来决定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会对台方提出 台方应该购买的相关的武器装备 当然从谁买 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来买 首先下订单的权利掌握在美国手中 那另外如何来买 如何借钱 美国借给台湾钱之后 台湾要以同等的数额 来投入相关的这种预算当中 翻译一下就是美国借给台湾一块钱 台湾要还这一块钱 那同时台湾还要再拿出 自己的一块钱来 共同来买美方的装备 美方下了订单之后 那台方必须要准备好钱 那钱从哪里来 美方还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台湾地区 它所投入到所谓的 防务力量中的经费 要占台岛GDP的3% 3%是相当高的比例 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的争吵 其中的一项就是 能不能达到2%GDP 防务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现在3%的这个比例 对于台岛来说 无异于是对经济生产 对民生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作用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 非常苛刻的条件之后 美方认为 未来会对台岛 有更多的所谓的控制作用 尤其是在所谓武装台岛的问题上 美方首先要赚得盆满钵满 那至于台湾的民生 台岛真正的安全 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另外刚才这个网友也提到 其中有一个问题 确实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很关心 就是台湾媒体在炒作说 解放军的这个台海巡航的 这个阵型好像很讲究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杜老师您有分析分析 我感觉台湾岛的好多人 现在有点进步了 以前数飞机就是多少架 然后12345 算得很清楚 都像小学数学的这个模范学生 现在可以数波次 说一波两波三波四波 好像真的有点进步 但是总的感觉 数波次数飞机 数数量都没有数出门道 实际上解放军在周边几个波次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战体系 从台岛周边目前解放军 出动的各型飞机 大概三个部分 第一是眼睛 第二是大脑 第三是拳头 你像我们的各种侦察机 实际上在周边 要看到台湾的飞机站长 美国飞机站长 然后通过在大动身内 对各类目标的这种侦察预警 做到一切近代掌握 而且能够对几方飞机 和这个所谓台湾空军的飞机 美国飞机 做出清晰的这种画片和定位 这个眼睛的功能非常强大 另外预警机 像我们的空警500 在每次巡航过程中都加入 实际上是深空的指挥所 它可以把双方的这种态势对比 及时地向每架飞机传递 这样在作战方案制定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使用方面 它有一个非常精细化的这种需求 我记得克索沃战争作战行动中 这个南斯拉夫空军没有预警机 这个美国有预警机 所以南斯拉夫那中队长说 我的米格29 虽然跟美国F10都差不多 但是我起飞的寿命五分钟 所以如果有预警机出现 它对于提高空战的能力 叫倍增效果 另外我们展示拳头 像它的歼16D 什么歼16 还有歼16C 包括我们的轰6K 它都可以携带重型武器装备 对地对海发动个打击行动 所以像歼16D 炸弹卡车 而且还有电子侦察和干扰能力 像我们的轰炸机 远程中进程 都有非常好的打击能力 我想如果台湾岛 真的能够把这几个要素读懂 这是真进了一大步 如果如此强大的空中能力 就在面前 还去买武器 造装备 不可能在有可能的这种对抗行动中 获得任何胜利 所以一虎谋独 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所以现在的所谓台独当局 玩火自焚 就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军事能量对比 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关注的 就是美军驻台的这个问题 好像美国现在挑衅意味非常之明显 而且显然有这种亡火的味道了 美国媒体也报道说 现在美军在台的人数 不断地在偷偷摸摸地增加 现在已经接近40人了 所以海林老师 您分析一下 美国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 它后果是什么 其实这40个人不太重要 因为这40个人是美国官方承认的 那么这40个里面 绝大部分是美国海军战队的队员 那么他们按照美国的 所谓外交的惯例 就是美国驻外使领馆里 都有陆战队的队员 他是担任管内警卫工作的 那么美国在台湾没有领馆 也没有使馆 但是美国在台湾有代表处 而这个代表处在对于 美国国内的政治话语来说 他就把它当成是 驻台湾的一个外交代表机构 所以美国人嘴上说 一个中国实际上干的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他也同样向这个 馆内派驻了陆战队 所以就说明 在美国的所谓的这个 驻台北的这个文化代表处 他是在美国官方的表述里面 他是有官方性质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被美国人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给蒙了 就是蒙住了眼睛 但问题是在于 就这几十个警卫 无关紧要 它是个挑衅的姿态 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主要是中美关系上的 和这个就是我们说外交上的 实际上我们想 美国在台湾会不会 只有这40个人 美国的军事人员在台湾 会不会只有几个站岗放哨 恐怕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是那些不是就不穿军服的 不以这个站岗放哨的 警卫的身份出现的美军人员 他们在台湾干什么 搜集情报 处理电信号 那么甚至说担任这个 跟台军之间的这种联络 和这个就是参谋人员 这种事情都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事在美国 和他自己的所谓盟友历史上 他经常这么干 我想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 美台军事合作中的一些 在水下的部分 水上的部分 这些事情我觉得 只要大风吹过去 这些东西都是浮云 但是水下的部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我们看到 台湾当局显然是 美国军火商的钱袋子 而且似乎台独分子 还很陶醉于此 不顾岛内民众的负担的增加 那么最近台当局通过了一项 总收达2400亿元新台币的 一个特殊预算 用于军购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近日 据台媒报道 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 涉及八项采购项目 五年总计高达2400亿元新台币的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台媒称 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 美对台军售12批次 总价约5300亿元新台币 加上自造军舰和战机等 台当局防务预算逐年增加 却仍然不够用 目前 台当局举债 已近6万亿元新台币 庞大的军购预算 让岛内财政更加吃紧 与此同时 美台军购案还在加速推进 据台媒报道 今年8月 拜登政府宣布批准 对台出售40辆M109A6自行火炮 目前将进入运行阶段 根据规划 台陆军还将在2022年 泰军事官赴美进行各项接装训练 此外 台防务部门此前还证实 台当局分批向美国采购的 陆基鱼叉导弹 将改为一次性构组 TVBS新闻台称 美积极军售的背后 是要把台湾打造成一座要塞堡垒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据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日前下令 台海空军进驻南北所谓决战海域 实施海空联合操演 此外 台防务部门近来还发布了 所谓年度防卫报告书 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准备 声称将打造坚实强韧的防卫战力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25号做出严正回应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搞对抗没有出路 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 祖国统一不可阻挡 唐臂当车不自量力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网友们的提问 好 我想来推送一条 来自央视频的网友 麦小七的这个问题 提得很全面 他说台当局又要花大价钱 自造军舰战机 都是花拳秀腿吧 台媒说美要把台湾 打造成要塞堡垒 想问专家怎么看 台军建筑南北所谓决战海域 又在打什么算盘 一发三问 而且信息量也很大 又是三问 那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一下 台湾党现在虽然能造点武器装备 的确就是花拳秀腿 按照细词讲 银银行落枪头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它造这些装备 大概是三个作用 第一是抄袭 第二是所谓的出洋下 另外在武器装备使用方面 打补的一些现象也有 你像它的佩里基护卫舰 譬如说美国那个图使 它来抄一抄 然后把佩里基改成成空级 自己往上传了个什么 雄风导弹 而且出现了所谓台岛的 某种因素 另外造这个驼江舰 号称能够用隐身 然后打航母 这方面也没人信 所以现在看 这些武器装备 在一定程度上是贴上了 自己这个制造的标签 但是它的创新 根本就没有任何进步 全是把这个美国装备 包括其他装备 在岛内进行了 吸引着的复制和剽窃 没有半点吸引 另外呢 这些武器装备 在实战过程中 也没有太好的使用方式 比如说现在 很多的台湾武器装备 这个像那个M48坦克 蹦 掉下来了 这个大头朝下 自己造的两栖车辆 在这个一米多深水里边 就少过不去 像那个什么云豹车 居然出现裂缝 在大陆上掉头掉不过来 所以很多武器装备 基本上也没有发挥 太好的作用 另外呢 它还有这个打补丁的效果 你像如果把美国的导弹 从这个船拆到那个船 几乎成了美国技术的搬运工 而且搬的过程中 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也没有把美国武器装备的 这种效能发挥到极致 所以就是一种糊弄啊 包括剽窃的印象 根本没有创新能力 美国把台湾打造成个堡垒 理论上呢 这个想法能够满足美国需要 但是太难了 因为第一 台湾海峡太窄 第二 台湾防卫能力太弱 如卡正目前解放军的 远程打击和飞队程打击 什么堡垒啊 城墙啊 我想在解放军 立体的远程的 高强度的火箱面前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这个要塞和堡垒 在美国脑子里有 但根本无法实现 即使美国在这儿打造个堡垒 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这点呢 我感觉美国是印太战略的 一种焦虑的情绪 在进行发酵 打造所谓决战海域 这更是胡说八道 他认为东南沿海 这个东南方向 解放军的军机来 从这个空域向下投影 这个海域很重要 他认为今后 如果有这个夺岛作战 两栖作战 这是重要的通道 很显然 这种只是个猜测 如果按照咱们 东北战局发言人所讲 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个打击行动 采取断任措施 解放军的攻击 一定是环岛攻击 没有一寸台湾岛的海岸线 是安全的 没有一处台湾岛内标 是安全的 这个状态下 仅在一个方向上 谁要打小闹 不可能阻止解放军的 雷霆万军之势 他这样做两个意图 第一就是求援 得要诉苦 如果把这种危险 什么隐患进行放大 美军给什么 美军来什么 美军做什么 这个三个点 需要美国做出回答 一元来不能白来 另外还需要 通过这种样态 让岛内感到 自己能做事 能做好事 总之都是一些欺骗的言论 另外我们还看到 最近关于美国拼凑的 所谓的民主峰会 是因为受邀的 名单曝光了 所以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当然很多的 就是批评的这个声音 因为很多人认为 现在美国的这个民主 已经是最烂的 一个民主样板了 但是美国显然 还是自我陶醉 全然不顾自己国内的 这一堆焦头烂额的问题 比如说种族问题 包括政治恶斗 甚至美国还把自己 所谓的这种美式民主 推广到其他的地区 结果造成很多国家的 支离破碎 难民遍地 美国显然认为民主 只有这种美式民族 但是这种批评之声 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也有很多人 也认识到美式民主 现在的这个真面目 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也比较集中 是的 而且美国本来精心布置下的 这个围猎中国之局 到头来只是 给美国自己埋下的 外交地雷 所以我想来推送一个 专门提问 给叶老师的这个问题 子涵的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美国牵头的所谓民主峰会 还邀请了台当局 中俄一致坚决反对 那对此想问一下 叶老师是怎么看的 另外美为何要举办 这场政治闹剧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这个事很有趣 我们可以想一想 二三十年以前 关于美式民主 其实时下流行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 美式民主不适用于 世界所有国家 就那个时候 人们说的不是美式民主不好 而是说美式民主 可能不适合我 后来就变成了说 美式民主 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 也就是说 其实你可能 你有你自己的方式 我有我的方式 咱们俩之间 没有谁高谁下 现在我们应该说的是 美式民主 就不是民主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与这个 我们说民主 作为一种进步的 社会理念 治理方式 它是不沾标的 就看我们看 美国今天出现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恰恰是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是这个美国现在 要举办民主峰会的 一个重要的心理动机 它要夺回 关于民主的话语制定权 就是这个大会 会如果说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 特朗普的评价 就是我觉得 如果特朗普 有兴趣评价的话 他大概率会说 拜登浪费钱 因为这个时候 特朗普不感兴趣 在特朗普任内 美国是不关心 这种所谓价值观层面的 所谓的领导地位的 但拜登很关心 那么他们俩 谁对谁错 在我看来 其实拜登是对的 特朗普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任内 他就挑了经济领域中 跟中国打压倒 他希望用经济战的方式 来压倒中国 这个事情他根本做不到 所以拜登上台以后 他的办法是说 我要调整策略 我要利用意识形态 价值观 利用我的话语霸权 这个辅之以一定的 经济手段之后 我对中国全面施压 这个就是民主峰会 举办的政治动机 不是要讨论民主问题 是要讨论 怎么让中国和美国 主导的这个世界 脱钩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他 最想干的事 所以不管这个参与者 是不是主权国家 比如说台湾这样的代表 也不管代表主权国家的 这个政权 它是不是最低意义上的 民主国家 我们想一想 在参加民主峰会的 有一些海湾国家 它的政治体制 跟民主的两岁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都不重要 只要是有可能 在美国看来 可能会跟着美国 去跟中国说 不 跟中国说不一样的 这个言论的 都可以拉拢 所以只要跟中国沾边的 那肯定都不行 我想这不是什么民主峰会 这就是一个 在国际社会搞分裂的峰会 所以民主党擅长干这个 对 就是表面装样子 脚下屎绊子 我们接下来 再来回到榜单 来看看榜单的第六条 日本年度防卫预算 总额首超六万亿日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日本野心勃勃 而美国也野心勃勃 所以二者正好勾连起来 最近还跑到南海 搞联合的反潜演练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蠢蠢欲动 25号 日本防卫省公开了 自卫队在日本西南部 鹿尔岛县 种子岛进行 两栖登陆作战演练的现场画面 大约100名水陆机动团成员 分成9辆AAV7两栖装甲车 和两艘气垫登陆铁 从海上自卫队的运输线中使出 冲向滩头建立阵地 对此 日媒宣称 日本防卫省 及自卫队正在强化 所谓防卫能力 为事态变化做准备 据悉 这场两栖登陆演练 是本月正在实施的 自卫队综合演习的一部分 集合了自卫队的陆海空战力 共投入3万人的部队 1900台车辆 10艘舰艇和140架飞机 日本《冲城时报》指出 此次年度联合演习 不仅在地域上覆盖整个西南诸岛 还有近6000名驻日美军也参与其中 实战性明显增强 而另一边 日美在南海海域也是练兵不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前派出一艘潜艇 在南海首次与美海军进行了反潜联合训练 美日双方演练了探测潜艇位置 确认攻击程序等内容 日本不仅首次向南海派遣了海上自卫队潜艇 P-1巡逻机也是首次在南海参加日美反潜演习 与此同时 美军在关岛的部署也在逐步升级 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近日透露 到2022年底 美军部署在关岛的攻击核潜艇数量 将从目前的三艘增加到五艘 未来美军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籍核潜艇 也将被部署至关岛 美军曾表示 部署在关岛的核潜艇是一个力量倍增器 与从美国本土西海岸或者夏威夷相比 核潜艇从关岛出发 可以更快地抵达亚太地区所谓的潜在作战区 美日小动作不断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这里有个问题 是这两天后台一直的热点 是专门提问给杜文龙老师的 我们来看看历任的这个问题 日本频频举行所谓的独刀演习 还与美国在南海多次连演 有什么样的企图 美计划向关岛部署最新的 弗吉尼亚籍核潜艇在谋划什么呢 好 我们这个问题 请多老师到大屏幕前来回答 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 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美国和日本呢 现在干了两件事 第一 联合独岛 而且出动了所谓最好的武器装备 也像它的空中海上 都把目前水族机动团 这种综合独岛能力 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状态 我们感觉这个夺岛呢 不光是夺它的这个什么钓鱼岛 现在目标是在瞄准着台岛 那如果今后在台海爆发 大共产冲突 这个水族机动团 号称是日本的海军乱队 就会出现了这个地区 用进攻性的能力 配合美国在台岛展开 各种独岛行动 当然这个岛呢 可以是得与韩国相争的那个独岛 还有与俄罗斯 夺这个南千岛军岛 总之呢 它的夺岛实际上是个幌子 通过夺岛提高进攻的能力 这是核心的重点 第二 联合反潜 在南海 这个日本干了大事 把自己那个清朝级当把镖 而且美国在南海呢 对于常规潜艇 没有探测能力 美国没有这个常规潜艇 如果日本把自己的潜艇 在南海潜水区 让美国人找 让美国人打 实际上是把自己所有信号 全部暴露给美国 而且要显示自己在美国面前 无比忠诚 把这个轻易不可示人的东西 全部在这个地区展开 结果美国通过与日本潜艇核链 潜水区找中国潜艇 潜水区找中国潜艇 这样能力呢 将会大幅地提升 所以侦查搜索两个能力 都会大幅地上升 关岛康尼迪格撞了以后呢 现在美国还在强烈 像福尼尼亚籍啊 洛杉矶啊 都在南海大量部署 另外新型的装备 如果在南海大量出现以后呢 关岛是个触发阵地 你想如果三到五艘海狼级 或者福尼亚籍潜艇 它可以在这个东海南海 显示自己强大的存在 所以美国并没有吸取 康尼迪格号撞击之后的 这种教训 依然在南海 在周边部署 大量的新型武器装备 我想在南海 在周边的这些水下目标 还有可能遭到 更多的带引号的挫折 好的 谢谢杜老师 请您回座 好 谢谢杜老师的解读 本栏目由你我的医保赞助播出 医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好的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的是 扫描二维码 来关注中国舆论厂的 同名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同时呢 中国舆论厂的 微信公众号上的积分商城 也是全新上线了 独家定制好礼 快来迎娶 好的 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进入 终于最热品板块 欢迎进入终于最热品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近期在菲律宾海 纠集盟友进行的五国连演 那美国呢 更是将自己的第一航母 打击群派出 为什么如此的大张旗鼓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大秀鸡肉 据美海军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 11月21号至30号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 日本 与美国五国的海上力量 在菲律宾海海域举行代号为 年度演习2021的大规模海上军演 有外媒分析称 美航母作战群的作战半径 有1500到2500公里 在菲律宾海 它的打击半径可覆盖 整个东海 南海区域 因此此次五国连演的实战意义 值得警惕 据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发布的 演习公告显示 本次五国参演的舰艇共有34艘 而尽管日本牵头负责此次演习 但实际参演力量的重头戏 依然是美国海军 据悉 美海军出动第一航母 打击群参演 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 尚普兰福号巡洋舰 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等 十艘舰艇 航母搭载的第二舰载机连队的 九个飞行中队也悉数参演 另外德国海军派出 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参演 这是德国海军近20年来 首次参加在西泰地区举行的军演 实际上除了拉帮结派大搞军演 美国在南海的动作也不少 有媒体报道称 截至本月23号 今年以来包括卡尔文森号 在内的美海军四个航母打击群 和两个两栖戒备群 累计12次进出南海 此外有五艘驱逐舰 五次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和南沙群岛12海里临近水域 六艘侦察船 也不时出现在南海进行抵近侦察 据不完全统计 美空军还累计出动 22架次B-52H和B-1B战略轰炸机 14次进出南海 重点演练所谓动态兵力部署作战概念 25号 中国国防部行员发言人吴谦表示 美大搞南海军事化和航行霸权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活动 不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所以美国在南海的横行霸道 迟早得撞南墙 我们来看看网友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 我想来推送来自VIP席 网友自来水的一个问题 来看一看 美拉盟友在菲律宾海大搞演习 美媒还渲染美航母打击半径 可覆盖整个东海南海 实战意味浓 对此想问专家是怎么看的 中国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听问题请小灰老师来回答 应该说一边演练 一边宣传 这是美国常用的操作的方式 但是在宣传的时候 确实是严过于时 所谓的实战意味 不等于实战的效果 近时近我们看到 美国不管是在菲律宾海还是在南海 或者是在其他的位置 在进行沿合演习的时候 往往喜欢拉一个 我们似乎看起来不太熟悉的圈子 似乎美国认为自己的同盟体系 是非常强大的 随时可以叫上几个盟友和伙伴 就参与到一场演习当中 还要展示所谓的实战意味 但是从军事和技术的角度来说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一些临时来进行设置的演习 一些本不太熟悉的盟友 那么他们之间在进行配合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实战功能 大家心里本身就打一个问号 那么美媒为什么要如此宣传 恐怕与近一时期 美国在南海吃了亏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美国的最先进的潜艇 在南海出现事故之后 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说法 一直在遮遮掩掩 那么不管是美国航母 近一时期的动作 还是美方进一步的秀肌肉 都无法掩饰此前所出现的问题 但是美国仍然强行拉着盟友 在地区进行行动 一方面是展示 自己仍然在地区 谋求所谓的领导力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希望盟友 未来在美国的军事战略 尤其是在具体的投入的过程当中 能够为美国分担更多的成本 而且我们发现近期 在这个地区的演习 好像有三个主角是一直出现的 就是美国拉着他的两个小伙计 日本和澳大利亚 然后以这个小三角为主要的核心 你还陆续地有英国 对吧 又有印度 有美人澳印 然后这回又有加拿大和德国 所以美国现在是在 不断地拉着这些盟友在这里 是虚张声势呢 还是说真的想搞点事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不但要看到谁来了 我们还得看谁没来 这几年在美国在南海的东边 还是南海里面去搞演习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参加的基本不是印太战略的核心成员 比如说印度 澳大利亚 就是美国的一些欧洲的西方老伙伴 真正最能体现美国经略印太成功的标志 应该是东南亚国家参加 那么去把南海问题就彻底国际化了 那么东南亚的国家虽然海上实力很差 但哪怕你派一艘巡逻艇去 这也表明东南亚国家 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们看这几年大家都不去 哪怕不是在南海内 而是在南海以外 大家也都不去 其实恰恰说明就是印太战略在这不得人心 其实没有一个南海的沿岸国家 愿意看到美国在南海附近去捂刀弄枪 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要说 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就的一个例证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 这就给了我们信心和底细 我们继续依托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 去保证南海的自由之海 繁荣之海 和平之海 是没问题的 当然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武力 在美国在要把南海变成冲突之海的时候 我们能把它给反制出去 否则的话 以东南亚国家他们的海上力量 他们是做不到这件事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 好像美国在不断地武装日本和澳大利亚 对吧 包括像给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协议 包括像日本一起演习的时候 把这个临时的这个指挥权也交给日本 由日本自卫队来指挥等等 那多老师您觉得 美国是不是在有意地打造这两个盟友 一个男毛一个北毛 但是比较有个甜痛 让日本指挥什么演习都戴高帽 实际上日本也没有能力 去指挥整个编队联合演练 如果把这个大帽子扣在日本头上 日本感觉自己被重视了 知道在盟国这个角色中 自己要高人一等 澳大利亚给这个核技术 包括现在弄的一个核动力互信息技术 第一个潜艇 第二还要给它的维修和保障技术 但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些 怂拢和这个送帽子 显然可能也会让这样的小伙伴 会膨胀起来 好的 非常感谢几位嘉宾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我们电视端的这个直播 先到这里了 但是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我们的新民体内的直播 还要继续 终于主播新凯臣将和苏小慧老师 接下来30分钟继续在节目 同名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央视频APP 以及微博上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问题 分析本周热点话题 期待大家继续关注和提问 那同时我们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 微信公众号 还有央视频的中国舆论场直播间 同样是准备了丰厚的礼品 等您来抢 而且只要参与直播互动 百分百都可以中假 所以赶紧拿起手机 继续来看直播吧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